首先謝謝韓院長會議開始做出的裁定裁決 讓我們今天可以讓行政院內閣閣員全員一致 在這裡向大院提出報告 也感謝大院朝野各黨團的理解 至於我所覺得有一些遺憾的部分 我們會再繼續透過溝通協商 希望能夠讓國家往前走的腳步不會停止 韓院長江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我再度與行政院的團隊到大院進行施政報告跟備詢 真的感到責任非常的重大 行政團隊一直是把人放在第一優先 但我要強調的 我們是把全體的國人放在同樣的優先 我們不會遺漏但是我們也會平衡 我在政策裡所提到的每一項數字跟文字 都最後要回到國家對人民的關懷 所以今天我同樣要從人來做出發 我們不要辜負國人對我們的付託 要努力的向所有努力生活的國人表示致敬 首先我要感謝凱米颱風期間 國軍 警銷人員 工程人員 醫護人員 以及地方政府 能夠通力合作迅速整合 投入整個救災的工作 政府也提供了所有的救災的措施 編列的預算 將來要執行系統性的治水 精進各種科技防災 也會持續全力推動花蓮光光的振興 要讓花蓮人能夠平平安安的進出 因應國際的趨勢 政府也推動了國家希望工程 我們要以照顧跟發展雙軸並進 期盼新的會期 能夠跟大院持續的合作共同推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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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 OK 走 你可以 先 囲